8月1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见传媒时表示,过去一个星期香港发生的情况令她很担心这座城市正步入危险的境地。 她发言期间一度哽咽,认为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暴力,维护法治,恢复社会秩序。 林郑月娥指出,过去一个星期有人进行大规模的恶意破坏行动或所谓不合作运动,这些行为已经在各区蔓延。 此外,有人以正义自由为口号,不断进行大量违法行为,勿无法纪,损害香港法治。 更重要的是,有人为了达到摧毁法治的目的,大规模攻击法治机关,首当其冲的是冲击执法的香港警队。 林郑月娥称,香港这个向来被视为尊重法治的安全社会也许将变得非常危险,复原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再次促进大家放下旗舰,把情绪安静下来,用一分钟去想一想,是否忍心把香港推落去粉身碎骨的深渊。 我再次请大家放下旗舰,安静下来,用一分钟去想一想,看一看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这个国家,大家是不是忍心把他推落去,这个将会是粉身碎骨的深渊? 现在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暴力,维护法治,回复社会的秩序。 当一切平静之后,真诚的对话,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将会开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